當然要介紹我今次的主力推介 算是稀奇的款式來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簡約的刺繡字句的一個款式 這個就不是刺繡上去的 是刺繡的效果 這個整個設計的重點當然是手袖的Ruffle 非常之搶眼 是一個很簡單的T款 這隻鳥也是非常之舒服的 它有黑色 我這個是米黃色 米黃色 有一點頭 它整個設計的重點 就是在甲圈圍著一個圓形位 也有一個Ruffle 因為有時候有些 只是在手袖的上半部分 下面的甲圈側骨位置就沒有 這個是圍著一個圖圈圈 也是一個雙層的Ruffle 這隻它是用了兩種不同 對不起 兩層 對 這樣展示給大家看 好像比較好 對 兩層的 Layer 這裡包了邊位 所以整個波浪的形態 都是非常之優美 線條感是挺漂亮的 可以搶到兩種不同的風格 你會看到我搶了這個A-Line的牛仔裙 可以搶到一種 比較可愛的配搭 不是 夏天度假風 夏天來 就可以搶這個 這個我也是挺喜歡的一個配搭 我覺得搶到這種花魂 它才有那種味道 再配搭這種草織帽 也是一個很百搭的 或者是很有夏天度假風的一個穿搭 這個我也是挺喜歡的 那下身 抱歉 腳的部分 就一定是搶樑下 或者是一些後底的鬆高鞋 都是一個我已經是非常吸引的穿搭 這個就有少少套 對 看看自己習不習慣 這個當然也可以搶到一些 Lady一點的單品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對 不一定要搶花蓋 不一定要搶牛仔裙 對 如果你想 那個效果比較斯文 你可以搶這個 我們上次的爆款 就是一個A-line的 Layer的拔拔裙 或者這個是我們紅牌的西褲 對 那下身 就是鞋的部分 真的要搶回斯文一點 也可以搶到一個比較 斯文一點的 沒有那麼 Casual的 對 我現在這個市場牛仔裙 對 都可以配襯到一個比較斯文一點的 寸搭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先穿黑色